大家好,我是YM Aroma Therapy的Mandy 我是一個資深的科療師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些精油使用的知識 小知識 很多時候很多朋友手上有很多支精油 但當有問題出現時就不知怎樣用 所以我在接下來幾集會介紹一些日常要應付的問題 怎樣用精油去幫助我們改善我們的情況 我首先會說喉嚨痛 喉嚨痛通常因為我們剛剛感染到一些病毒 細菌、病菌 這樣就開始進入我的身體 而扁桃腺是我們防禦系統 免疫系統第一度防止 所以通常它會跟這些病毒、病菌來打仗 就會出現紅腫痛的現象 就會有紅痛的現象 其實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盡快用精油 就可以將這個情況即刻減去或消失 那怎樣用法呢 其實手頭上 我想你只要用兩支簡單的精油 一支就是檸檬精油 另一支就是茶樹精油 我想這兩支精油大家在家中通常都會有的 那怎樣用呢 因為我們只要選擇其中一支精油 將一滴精油定在一杯水之中 然後去朗口 朗口儘量的水就會碰到變蠟絲的範圍 這樣就會幫助它殺菌 而要朗幾多次呢 就要視乎你喉嚨痛的程度 如果你說很痛的 那我有需要的時候就會朗 如果是剛剛開始有喉嚨痛 一日做一至兩次或三次都已經足夠了 亦都要配合我們的感冒配方的按摩精油 然後按摩在我們的喉嚨範圍 這樣就會增加這個效果 令這個感冒的病症症狀 迅速消失 所以下次如果你有喉嚨痛 如果是因為細菌病菌病毒 入了我們身體而感而引起的喉嚨痛 我們就可以用茶樹精油 或者檸檬精油一滴 加入水之中然後朗口 很快就會將這個不舒服的狀況消失 好了 我今天介紹到這麽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鐘仔 我有新的消息發放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馬上收到 多謝 多謝 多謝